金庸補俠天地 神雕俠雷 李安球監製 曾永強編導 金庸原著 陳炳球改編 孫寶羅錄音 並且由陳炳球 李學斌 楊麗仙 鍾偉明 尹芳寧 姚秀寧 余世騰 謝韻儀等聯合播演 神雕俠女第32回 現在開始播出 這位老師傅 請出招吧 好 姑娘 你小心 第一招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十 喂 老和尚 十招打完了 還不停手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喂 老和尚 你還鬥下去 十九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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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姑姑 你小心 這個老和尚的金輪會轉彎 好 我來幫你 好 就用地下這支航魔柱 哈哈 很厲害 喂 老和尚 你的金輪給我的航魔柱 穿正中心 現在你連兵器都沒有 哼 你小畜生 韓章 等著 郭靖來 來吧 真是危險 如果不是郭伯伯及時相救 我楊過就會被這個老和尚一掌劈死 是 姑姑 你沒事吧 我沒事 過兒 你也沒事吧 沒事 你看 郭伯伯和老和尚在鬥獎力 那個老和尚不夠郭伯伯鬥 是 如今郭伯伯都放了手 老和尚仍然咬緊牙關 我看肯定在暗雲耐力保護自己 可能接掌的時候受了內傷 是啊 郭伯伯 你說得好安 姑姑 嗯 你坐下來休息一下 我過去一過去就會回來 好 那你過去吧 姑姑聽完你的話 哦 喂 老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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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怎麼不開口說話啊 為什麼你還不認輸啊 喏 如今你的兵器在我手上 你也都面目無光啊 世間上怎麼會有一個 連兵器都被人拿去的武林盟主啊 做什麼 你還是不敢開口的 嘿 各位前輩 各位尊長 各位尊長 喏 如今我再問老和尚三聲 如果他不回答呢 就即是表示他認輸了 老和尚 你是不是輸了啊 老和尚 你是不是不敢做武林盟主呢 老和尚 老和尚 你不敢出聲 即是表示你認輸了 是不是啊 哈哈 問了你三聲 你都不敢認 好啦 既然你認輸了 我們都不會難為你的 快點扶你的同伴回去蒙古啦 你 你 你 算了算了 不要理理我我啦 快點扯吧 郭伯伯 有啊 金柱金輪都在這裡 你收了它 好 是 郭伯 你錢難為你了 你們尊元萬人 毀計多段 此多取勝 不是英雄好可 你們全部跟我走 好 好 我加入 幫主 今天老衲已經領教過高招 不過 青山不蓋 落水長流 讓你日後後悔有期 大師武藝精心 在下非常佩服 然司徒的兵器都在這裡 請收回它 郭伯伯 金輪法王 你還想收回兵器 你要不要面子 力過兒 不准亂說 各位 請 請 喂…金輪法王 你徒弟霍都王子 中了我幼毒的暗器 快點拿假藥出來 換取我的假藥 過兒 喂 他們走了 或者他們自己去找假藥 不過 勇妹 朱師兄的傷勢 我們怎麼醫你 靖哥哥 如今我們這裡 聚集了很多會使用 毒門暗器的名家 總會有人醫治朱師兄的傷勢 你放心 那就好 陸莊主已經命人重新安排酒營 等待大家再暢飲一番吧 好 好 龍姑娘 你和我一起坐好嗎 好 黃幫主 只有你這麼熱誠招待 我真是求之不得 你太客氣了 龍姑娘 論年紀 我比你大 如果我叫你做妹妹 你介意嗎 黃幫主 我見得細面少 隨便叫我什麼都行 我不會介意 那真是太好了 妹妹 你做什麼 你四處這麼張望 找誰 我找過兒 我見到他了 過兒 你過來坐在我身邊 怎麼過兒另口 快點過來 我坐在這裡就行了 郭伯伯和各位前輩 說有話跟我說 我要你坐在我身邊 那好吧 那我過來 姑姑 郭伯伯 什麼你都在這裡 是啊 過兒 你就坐在妹妹身邊 哦 過兒 你剛才跟霍都 達爾巴 和金輪法王比武 真是很精彩 你的武功 是跟誰學的呢 姑姑就是我師父 哦 你不信嗎 過巴武 哦 妹妹 過兒的武功 真是你教的 是啊 姐姐 你說我教得好不好 當然教得好 那妹妹的功夫 又是跟誰學的呢 可不可以告訴我 當然可以了 我的功夫 是我師父教給我的 只可惜 我師父死了 是嗎 那 你師父高姓大名 嗯 我只知道叫她做師父 至於她的性命 連我也不知道 原來是這樣的 龍官 過兒 各位英雄要向你們敬酒 你看 他們站起來 舉起酒杯 看著你們 過伯伯 我怎麼敢當啊 別客氣 各位前輩 我們兩師徒真是不敢當 不過各位勝意拳拳 我們都好多謝 姑姑 我們借敬各位一杯 好啊 我們就借敬各位一杯 乾杯 乾杯 靖哥哥 這個位是留給你的 你就坐在這裡 好啊 好 請各位英雄隨便用酒菜 不要客氣 請 不停 喝杯 喝杯 富兒啊 富兒 過來 爹 叫我有什麼事啊 富兒啊 你就坐在娘親身邊 是…娘親 坐在上面 綢妹 你起初就擔心過兒 人品不正 又怕她武功不好 不及得我們的富兒 經過方才的比武 你沒有說話好說 今天他為中原英雄立了大功 莫說他並無過失 就算他有什麼妄狀之處 或者做錯了事 今次都過不及功了吧 是啊 這次我真的看錯了他 如今見到過兒的人品和武功都很好 我實在非常之歡喜 這樣就好了 對了, 龍姑娘 有件事在下要拜託你 郭大俠, 你太客氣了 有什麼事你隨便告訴我 好, 是這樣的 在下和你的徒弟楊過 那位已經去世的父親有八拜之交 他們楊家和我們國家都像自己人一樣 在下只有一個女兒就是這個國父 相貌和武功都算過得去 在下想… 我們的國大俠 你怎麼可以這樣稱讚自己的女兒呢 龍家妹妹會笑你的 請龍姑娘不要見笑 在下如今想把小女許配給過兒 什麼? 郭伯父, 你… 你不用說話了, 過兒 龍姑娘, 過兒相親一早就去世了 所以這件事要請龍姑娘做主 趁著今天群言不擇 我們就請兩位年高德廣的英雄做媒人 替過兒和小女定陣 不知道龍姑娘認為怎樣 郭伯父, 郭伯母 你們兩位的養育之恩, 見愛之情 小侄粉身難報 可惜小侄加細寒微, 人品低劣 無論如何都高攀不起零千金 請郭伯父, 郭伯母收回成名 過兒, 我們不是愛人 這是終身大事, 你不用害羞 郭伯父, 如果你有什麼差遣 就算小侄要赴湯道火都萬死不辭 但是婚姻之命, 請署小侄不能遵從 為什麼? 過兒 過兒, 你老實告訴我 龍姑娘是不是真的你師父? 是啊, 小侄不敢欺騙郭伯母 那你當時有沒有扣過頭 走過拜師的大禮? 當然有, 小侄沒有說謊 蓉妹, 他們兩個的武功是同一派別 怎麼會是假的? 過兒先頭全真派 後來再拜別人為師 雖然不合武林規矩 不過也很容易化解 其實婦姨年紀還小 不必太過為她的婚姻大事作急 我們今天群雄聚會 還是商談國家大事緊要 你說是不是? 兒女的婚事不如明天再說, 好嗎? 蓉妹, 你說得對 我幾乎以私慶功 龍姑娘, 過兒和小女的婚事 我們明天再說 不用再說了 我要做過兒的妻子 她不會取另千金 過兒, 她不是你的徒弟嗎? 是呀, 以前我教過她武功 不過, 如今她的武功跟我一樣高強 她喜歡我, 我也喜歡她 以前, 我以為她不喜歡我 我很難過 但今天, 我知道她是真心愛我的 我實在太高興了 姑姑, 別說這麼多了 好, 我們離開這裡吧 好, 那我們走吧 龍姑娘 妹妹, 你如今是天下武林盟主 你是群龍之首, 眾望所歸 這件事, 你要再三想清楚才好 我不會做甚麼盟主 姐姐, 如果你喜歡的 就請你做盟主 不行, 我不做 如果你真的要推讓的 就不如讓給前輩英雄 紅老幫主更好了 沒問題, 隨便你們 過兒, 我們走吧 好, 我們一起走吧 慢著, 你們不能走 是你? 沒錯, 就是我趙志敬 楊過, 你欺師滅祖 已經為人所不恥 今天再做這種禽獸的事 還有甚麼面目立於天地之間 只要我趙志敬有一口氣 都不會放過你 你走開 敏志平師弟, 你過來 快點告訴大家 當晚我們在中南山上 親眼見到這兩個人 赤身露體 做甚麼事? 你說吧 你說吧, 為甚麼不出聲 聲召的 你發過毒誓, 你說不向別人說 為甚麼, 為甚麼你言而無信 哈哈, 沒錯 我覺是立個毒誓 不向別人說 但你看看, 眼前有第三個人 第四個人, 千千百百個人 他們不算是第二個人 你們做出狗扯的事 為甚麼我不能夠說 道長, 請你不要亂說話 小龍女, 你為甚麼看我的胸口 我又不是你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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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好呀, 你們古墓派 真的要跟我們全真派過不去了 來, 我們分國高客 我孫不宜 是不怕你小龍女的 請, 請不要搜 大家是自己人, 何必有雙和氣呢 過兒, 兩邊都是你師父 你勸大家先回位 甚麼事都從長計言 郭伯伯, 其實… 過兒, 我很心煩, 我們走吧 我們以後都不要再見這些人了 走? 怎麼可以走得這麼容易 你打傷了人, 就想一走了之 你要走, 先問個本師太 手上把寶劍先 過兒, 你應該腳踏實地 好好的做人 不要搞到身敗名裂 你的名字是我改的 你知道我的過字的用意嗎 甚麼?原來我的名字是郭伯伯改的 沒錯, 我相信你去世的母親一定跟你說過 你單明一個過字, 表字叫做甚麼, 你還記得嗎 記得, 我的表字叫做改字 是的, 你知道是甚麼意思嗎 我知道, 郭伯伯, 是不是叫我有過錯, 就要改 是的, 你說得對 人誰無過, 過兒能改, 善莫大義 這些是先性先言講的說話 過兒, 你對師父不敬, 是很大的過錯 你好好地上下郭伯伯的說話有沒有錯 郭伯伯, 我有錯當然要改 但是這個聖趙的道士, 她毒打我, 侮辱我, 欺騙我, 憎恨我 我又怎可以認她做師父呢 至於我和姑姑, 我們兩個人清清白白, 天日可表 我敬她愛她, 難道是過錯嗎 那, 那你應該 郭伯伯, 你郭伯伯這樣做, 完全是為你好 你總應該明白 郭伯伯, 郭伯伯一向都代我好好 我很清楚, 很明白 他是好言好語來勸你的, 你千萬不要回錯意 但是我始終都不明白, 究竟我犯了甚麼錯 郭伯伯, 你真是不明白, 還是故意倒彈 郭伯伯, 你們代我這麼好, 我應該好好報答你們才是 又怎會故意倒彈 我真是不明白, 我犯了甚麼錯 那好吧, 那我就坦白告訴你 既然龍姑娘是你的師父, 那她就等於是你的專長 那就不能有男女私情 甚麼話, 我真是不明白 為甚麼姑姑教過我功夫, 就不能夠有男女私情 郭伯伯, 專師眾道 師父等於本身的父母一樣 那怎可以, 我究竟做了甚麼事妨礙你們才行 我害了誰人呢 姑姑教過我武功, 我偏偏要她做我的妻子 就算你們砍我一千刀, 一萬刀, 我也要娶她做我的妻子 你太大膽, 我要打過你才行 打開 不要打她 小畜生, 膽敢說出這種大逆不道的話 郭伯伯, 姑姑全心全意地愛我 我對她也是一樣 你要殺我的, 就下手了 我這個主意是一生一世都不會改的 我當你是我親生兒子一樣 我不准你做錯了事都不肯悔改 郭伯伯, 我沒有做錯事, 我也沒有做壞事 我沒有害過人 郭伯伯, 我很心疼 我寧願你死了, 都不願意你做壞事 你明白嗎 郭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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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自己沒有做過壞事 如果你不相信, 你打死我 你… 好了, 你自己好好地想清楚 好了, 郭伯伯, 為甚麼你不動手打我 你的樣子跟你過了身的父親一模一樣 我…我怎能夠下手 郭伯伯, 這裡的人完全不講道理 我們走 好了, 姑姑 我去拖我那匹獸馬 大家一起騎著她離開這裡, 好嗎? 好, 我們快點走吧 好, 姑姑 姑姑, 昨晚我們倆 捱著一棵大樹, 那就欺負了一晚 今天精神好很多 是啊, 我也覺得 今天心境舒暢了很多 那就好了, 如今我們去哪兒好呢 過兒, 我看, 都是回去古墓 沒有啦, 我覺得在古墓居住 比較下山之後那些日子 逍遙自在得多了 過兒, 你還願不願意 過回以前那種生活呢? 只要可以和姑姑 一生一世在一起 那就算是古墓, 我也會覺得很快樂 過兒, 你對我真好 姑姑姑對我, 何嘗不是一樣 想回你昨天在陸家莊 大戰那個金輪法王 和她那兩個徒弟的時候 當時圍觀的人, 有幾千個 如今我們兩個人, 就悠悠自在 比起昨天, 真的有如一個是天堂 一個是地獄 提起金輪法王 過兒, 《玉女心經》最後那一章 我們始終未練好, 你還記得嗎? 記得, 我們練來練去都是練不好 始終好像有些地方是錯了 本來我也想不通的 但是昨天, 那個老道姑 攔阻我們的時候 拔出寶劍, 灑了幾個招式 我看到那幾下招式, 就想起一件事 那個老道姑? 嗯 她… 對了, 她灑了幾下招式 是全真派的武功 如果跟玉女心經同時使用 那就… 怪不得我們一直練得不對 對了, 過兒, 我們還是回古墓 再練一個時期 姑姑, 你聽不聽到? 聽到, 有馬鐵 我們躲在一邊, 看看甚麼事 有馬鐵的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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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一節, 神雕俠女第32回 是由李安球監製, 曾永強編導, 金融原著, 陳炳球改變, 宣寶羅錄音 OK 馬鐵的武功 感谢观看